过去一年,没有生意当然好手 但如果生意突然急升,一样有烦恼 有香港的健康品牌 去年生意受到疫情刺激,急升了几倍 但他们的生产和营运就面对了很大的压力 究竟他们怎样快速应变,把握机遇? 在疫情之下,我们公司也实行了几次的在家工作安排 所以以我们一个startup,人数不算很多来说 在沟通、营运方面有一个困难 再加上因为疫情令公众再次关注健康 以及建立网上吸引的习惯 所以我们这个全清高清品在疫情期间 每个月的销售量,网店的数量都不断上升 所以其实对生产都有一个压力 他们的高签份,每月销量由不足2000盒 升至去年每月平均超过1万盒 甚至3度缺货 不过,疫情下,员工在家工作 要有效率地解决工货危机并不容易 解决方法是尽快将营运数码化 加快回应市场转变 我们团队都有借这次疫情在家工作安排的机会 亦都去学习如何将营运数码化 包括我们用多了很多视像会议的工具 亦都将我们的工作,例如设计和project management的东西 放在云端的协作工具里面 令到大家就算在家工作也效率很高 另外关于生产压力方面 我们亦都立即开会 如何协调增购一些机器 或者加一些人手 甚至我们将我们的物流仓库 都买到另一个更大的地方 比以往我们大三倍左右 令到整件事的仓存水平 以及整个出货流程更加smooth更有效率 除了反应快 先用数码广告也是传称的成功之道 Angus发现 在传统媒介的广告反应难以追踪 于是他改为集中在港人常用的社交平台投放广告 销售额在一个季度内立即翻倍 解决宣传出货这两大关键后 全清下一步是开托香港以外的市场 我们会主力去开托台湾 和中国内地的市场 在这两个市场 其实我们已经建设好一些基本的基建 例如是我们已经设置了办公点 找了一些物流的基地 搞了一些网站 也都在当地聘请了小梁的同事 帮忙做一些市场的研究工作 今集营商有解 加速数码转型 提升制造、营运能力